1989年 洛杉矶有了一个很美的名字 这个名字叫做Steve Angels 由Nikolas凯吉所主演的《天使之城》 他常常需要到音乐里面去 而其实你知道吗 早在一百年前 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医院 这个医院叫做City of Hope City of Hope 希望之城 在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所有的希望 今天天下纵横谈非常荣幸 请到了希望之城的医生 也就是圆圆圆医师来到我们天下纵横谈 和我们一起讨论 希望之城带给人什么样的希望 圆医师您好 您好 您好 跟我们大家说个好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希望之城的圆圆医生 我自己的专业是乳腺肿瘤科 很高兴来到天下卫士 能有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够介绍我们的医院 介绍我们的研究机构 大家更加了解我们这个坐落于 华人社区的这么一个大型的研究中心 谢谢 其实City of Hope 希望之城 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 可是这个名字其实真的非常的美 因为带给人家所有的希望 可是对华人朋友来说 对于希望之城这个名字 到底是做什么的 可能还是不太了解 语医生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好的 谢谢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有听过我的很多的 有时候病人的家属或者是朋友 他说希望之城是什么 我完全我住在这边30年 我都不知道希望之城是哪里 对 我们之前的时候 可能跟我们华人的社区连结不够紧密 但是我们是坐落于 Arcadia的 Arcadia市的东部 叫做Duardia 这么一个医疗科研和肿瘤研究治疗的中心 我们其实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对 其实它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您刚刚也提到了 它不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治疗的医院而已 它也是一个就是您所谓的科研中心 那科研中心自然而然的本来就是一个 做了很多很多research以及研究的地方 这样是吗 是的 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 想要在临床上有新的药来治疗病人的话 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从大家通常知道的糖尿病的治疗的胰岛素 到治疗一些血液科的疾病 比如说淋巴流 白血病那些很重要的药 一直到还有比如说治疗乳腺癌的一个 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药物 这样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药 都是在我们医院的一些早期的科学家的研究下 开发出来的 所以100年的历史真的是渊远游长 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地把基本的这个医学知识 一直到临床的实验 甚至把最新的医学科技带给所有的病人 那你也提到了 City of Hope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医院 只是到那边去治病而已 它是一个所谓的癌症治疗中心是吗 是的 癌症治疗中心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癌症呢 好的 那么癌症治疗中心咱们先说一下 我们是美国的国立卫生院指定的 41家癌症治疗中心之一 那么这就有一定的规范 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的科研和治疗病人的水准 要达到一定的水准 才会再赋予这样癌症中心的称号 然后国家会对我们一些研究方面会有一定的支持 那么我们所治疗的疾病 刚才有提到糖尿病 我们有个很大的内分泌科和糖尿病的中心 我们有治疗艾滋病的中心 OK 所以希望之城City of Hope 它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肿瘤科的一个医院 不管是如果今天是有癌症或者是有肿瘤上面的问题 可以到希望之城去做治疗之外 其实对于糖尿病 白血症 甚至是您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好像是艾滋病 都可以到City of Hope 希望之城去做治疗 去做咨询 对的 因为我们想提供了除了肿瘤和白血病以外 那么其他的两类项目也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不是一个综合的医院 如果说我们并没有说所有的科 比如说眼科 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也尽量的跟周围的一些网络合作 那我们病人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他们去 大家一起来照顾我们的病人 做交流 照顾所有的病人 其实病人的治疗跟关怀 医生对病人的关怀 那才是最至关紧要的 对的 其实原医师您从医这一行大概多久了 我医学院毕业是1994年 94年到现在了 对 当然从中间有做研究 所以说回到那个实验室 做一些基础的研究 那回到临床是2006年 开始当肿瘤科的医生 OK 所以当肿瘤科医生 那肿瘤科的医生是以乳癌为主吗 还是身体里面任何的肿瘤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有治疗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良性的叫 Benign Hymn Disease 比如说一些贫血啊什么 我都有看 OK 但是后来自从我就是 relocate到Cative Hope以后呢 我们的重点是变成100%的 乳腺肿瘤科的治疗和科研 OK 所以您是乳腺肿瘤科的医生 专科 专科医生 肿瘤内科 肿瘤内科的 我们应该是说主治医生 可以这么说吗 对的 对 我们主治医生 肿瘤内科的主治医生 尤其是对乳房方面的 At the same time 同时您也是做科研方面的研究人员之一 那其实在您这么久的行医路程当中 其实说短不短 说短不短 从2006年开始做临床到现在 对于乳女 妇女 亚洲妇女来说 您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得乳癌的趋势 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的呢 一直在往上走 一直在往上走 可是人的智慧不是一直在增长吗 它如果人的智慧在增长的时候 怎么会这个乳癌的频率 还一直在发生吗 非常好的问题 那如果说只看 在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群 In general 就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的话 我想在整个的美国的人群当中 有一个CDC的 就是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 他们的那个statistics 就是看从2002年以后 其实是乳腺的发病率有下降 那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的时候很流行 所谓的荷尔蒙替代治疗 是 因为荷尔蒙更年期的时候 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医生会推荐 后来发现那个荷尔蒙治疗 会增加乳腺癌的发病率 OK 增加心脏命的发病率 所以从2002年 我们大家意识到危害停止使用以后 它的发病率就在逐年的下降 降低当中 但是我们这附近的 我们很多的新移民 是另外一个不同的story OK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 在美国的local的亚裔妇女 它其实它的发病率 它的比例是上降的 可是如果是新移民来说 它的发病率并没有下降 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 有一些专门的流行病的研究 就是集中在看移民 从它来之前那个国家 那么来了以后 生活方式的改变 压力 比如说食物的构成改变 吃一些高油脂 或者高蛋白的食物 其实再回到亚洲 现在我们的中国 大陆那边的乳腺癌的发病 也有在升高 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 OK 必须跟环境的污染 也有些关系 对 可是其实乳癌这个癌症 它除了是 它是自发性的吗 还是它其实是有遗传的 有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说multifactorial 是多种因素 那么在里面最重要的因素 当然跟年龄有关 年龄越大就会发病几率比较高 然后家族史 一个人如果有家族史 那最有名的是 Angelina Jolie她的story 她有期待一些基因突变 对 肥胖 生小孩太晚 35岁以后生第一个小朋友 没有进行母乳的工作 母乳的喂养 对 这一系列的 比如说抽烟也会增加 如果过量饮酒 超过每个礼拜 超过7个Glass 7杯也会 喝7杯 对 所以一天一杯 都有可能是 属于过量的饮酒了 有可能 如果 less than 5 就说少于5杯 那个应该还算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它有 就像您刚提到的 其实乳癌 或者乳房里面的肿瘤 它是多发性的诱因的 多发性的 不一定是什么时候 或者不一定是什么原因 才会把这个乳房的肿瘤诱发出来 可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女孩子或是女生 或是女人妇女 年龄越大 她发现乳癌的几率反而会越高 对的 通常因为我们年龄增大以后 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够强健 然后因为癌症本身 癌症本身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是 对的 所以通常的 在50到70岁之间 所以其实乳癌的发生的期间 其实是在50到70岁之间吗 它最高的 对的 最常发现的这个年龄 其实是在50 高峰期 高峰期是在50到70岁 对 可是为什么好像很多医生都说 其实你35岁开始 就要开始检查你的乳房了 通常我们推荐 40岁以上 40岁以上 如果没有家族史 但如果说有家族史的话 比如说母亲的发病年龄 是45岁 那么女儿呢 就在45减去10岁 35岁的时候开始 OK 当然有些东西是比较的繁琐 比如说这个家族里面 有基因突变 那么年轻的女性 20岁以后 就可以开始每年用 核磁共振来进行检查 所以里面有一些专业的东西 所以信息就是说 一定要跟自己的医生讨论 可是也许有 也是有因为亚洲的女性呢 因为自我检查 还做得不够周密 所以当发现 如果乳房有肿瘤的时候 已经到第三期 第四期了 其实原医师 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到第三期 第四期的病人呢 有 有很多 有很多 它的治愈率 大概是多少 我想三期的治愈率 还是蛮高的 那四期呢 也现在有 很大的很大的改善 改善 OK 重点是 应该是要勇敢面对 这个乳房的肿瘤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恶性的肿瘤了 所以必须要勇敢面对 对不对 如果到第三期了 然后碰到了 我们今天进到了希望之城 OK 遇到了原医师 我大概需要面对的 心理的挫折 跟身体上面 需要面对的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 原医师 我想有很多 第一步是为什么是我 有一些就是denial phase 然后现在很灰心 觉得想要suicidal 很多病人都会这样 然后才会 正确对待以后 才会燃起深的希望 然后愿意在一起 We work like a team 我们在是一个团队 我想 我需要我的病人 来跟我一起 一起合作 对不对 当然您一定也遇到过 跟你一起愿意配合的病人 他从一个很depressed的一个阶段 从denial阶段 慢慢开始走上来 然后慢慢看到hope 当然也会有许多病人 完全不愿意 去接受任何治疗 对不对 那在这个时候 会变得您很depressed 您会觉得很沮丧 很灰心 因为觉得其实 可以医学方面 治疗到这个病人的 反而就是这个病人 愿意自己放弃 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情况 那这样您要怎么 医生也会有depression吧 您要怎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有社工 我们有些 我们有 如果是特别的 有一些时候 我甚至动用到 我自己的病人 OK 比如说 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 让他给我的 不愿意治疗的病人打电话 我有这么一个 很魅力的 伟大的病人 他的名字叫侯燕 是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故事 拜托 我在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已经有四期的肿瘤 已经治疗了两年了 在跟我见面以后 我被他深深地感动 真的是这样 他不但是不沮丧 愿意去配合治疗 他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然后他非常地活跃 在社团当中 有支持其他的癌友 他每次来 在等着看我的时候 他就开始唱歌 在我们的那个 在我们的等待室里面 然后激励到其他 所有任何族裔的病人 因为歌声是不需要 真的是不需要 知道中文 他唱了中文歌曲 好像中文歌 可是在City of Hope里面 也有讲英文的病人 也有讲中文的病人 可是他用唱中文歌的方式 大家就说 It's beautiful 其实我们 其实提降卫视之前 在美国花车的时候 有访问到他 就是我们在做 City of Hope这个花车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非常 这一次的Rose Parade 他所谓的主题 就是激励人心的故事 而所谓的侯焰 他就是真真正正的 所谓激励人心的故事 而也被您 一个激励病人 人心的医生 所受到了 所看到了 非常的幸运 能够照顾到他 Both of you guys are very lucky City of Hope is very lucky 因为这是一个 很棒的故事 其实呢 其实癌症 并不是非常可怕的 乳房的肿瘤 虽然可怕 到了第三期 第四期 可是其实 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治愈率 是非常高的 其实在零期发现的时候 他的治愈率 至少可以到90%以上 怎么样可以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在待会儿的 天下纵横谈中 告诉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